吉利星月L遇上广汽传奇GS8 国产汽车国外测试 两款国产车型在俄罗斯相遇 哪一款更值得推荐 星月L是吉利汽车在俄罗斯刚上市不久的新车型 在当地售价397至427万卢布 约合人民币35至37万元 外观设计的非常沉稳搭气 内饰简约大方 三联屏设计也是最吸引人的地方 4770 1895 1689毫米的车身尺寸 28 45毫米的轴距 基本达到了中型SUV的水平 2.0T发动机最大马力238匹 峰值扭矩350牛米 匹配8AT变速箱 目前在俄罗斯的关注度非常高 广汽传奇GS8 俄罗斯当地目前在售的还是老款车型 价格区间是299至379万卢布 约合人民币26至33万元 这个价格与当地销售的吉利博越Pro价格相当 而新款相比老款车型 变化还是很大的 最明显的就是外观升级 尺寸加大 车身长宽高达到了5015 1950 1780毫米 轴距2920毫米 同样2.0T加8AT动力组合 发动机最大马力252匹 峰值扭矩400牛米 无论尺寸还是动力都比新月L大 作为一款中型SUV 老款传奇GS8的尺寸也不小 但是在俄罗斯的售价却比锦凑级吉利博越Pro还便宜 估计新款上市后在当地售价也不会上调很多 如果在国内传奇GS8卖的比新月L还便宜 你还会选择新月L吗